看一下 Style Performance 对 那哈琳老师是最有力气的一个老师 最有力气 很有力气 拿两个哑铃来 好重啊 你好好 你演技了 太慢了 这就是哈琳的拍摄现场了 哈琳宣传片的特色 除了场地 就是他身上的装饰和装扮了 现在在身上擦拭的东西 是为了使身上的皮肤更有肌肉感 所以不要以为特效片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用特效 哈琳正在全身贯注地 倾听周围发生的一切 是不是感觉很酷呢 但事实上 哈琳在现场的状态是这样的 有没有绿居圆的感觉 有 还是买成那样的 不曉得他那个 还要那些 他还要那些 只有这个造型里面的太满意了 就是说 肌肉不够大啊 这个不够 结实不太想跟周杰伦借手臂的 他不借 周杰伦手臂很大一只 我印象里 罗马的这些跟野兽对打的 都是奴隶 他也有一些 就是那奴隶被放到那个 那个 斗 什么场 斗奏场 然后你赢了你就可以 活的离开活命 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是为音乐 不是 对 跟这个野兽搏斗 巨星来表演 刚刚杰伦老师来看你吗 有没有信心 比他更早的玩笑拍摄 我们应该会拍得比杰伦快嘛 对不对 肯定的啊 他在吗 在啊 是在你 我觉得挺帅气的 挺帅气 蛮有那种 蛮有饭的感觉 这个朋友太愉快了 我们大概这个 30秒的这个 相遇 就是有一种 实际太短暂了 对啊 空调和空调 对啊 他夸了我很多 我都记住 我都把它扩大了 他夸了什么 他说 反正就是 不不不不 重点就是太有才华了 对 你听说去年拍了吗 我觉得导演的问题 就是如果这个导演好 就是又快 然后又拍的内容扎实 但如果导演 要保护出力 比较要求的话 对啊 可能会take就多一点 对 那我觉得各有利弊 我快还是比较好一个 有不用掉微雅 不用撞车 不用跑步 不用撞车 对 不用那个 撞车跑步跟我没关系 随便他们 反正我不用掉微雅 就很好了 太好了 那你今天拍的这个 演技飙升了 演技有飙升吗 那拍得好 其实我觉得真的好导演 就是能够把那个 优点拍出来 然后缺点毙掉 就像我们在做音乐 找学员也是一样的 尽量让他的优演 显现得很明显 越来越厉害 然后缺点毙掉 好的 好了 谢谢大家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大家 各位辛苦了 谢谢谢谢 我要回罗马了 在你回罗马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成片吧 好多才会赢你 给你舞台 给你麦